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社会 这些事情太多物太多了 几乎是不胜美举 至于 以为乱针 古时候有 但是很少 现在 就是连药物买针的都不太容易 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 中药店里面去买两粒片在花 回来之后 一看里面一粒是假的 你说有什么法子 我在香港 香港很多同学告诉我 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 侍奉到了这种地步 使我们想起 鬼神所说的 天上不安全 地上不能住 这个话很有道理 归神都居众念佛 求生进度 这也硬了 黎宾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 给身边同学们说 世界已经乱了 祝福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 唯一的一条深路啊 念佛求生进度 这是真正有德行 有成就 有慈悲心的人化了 世道人心变了 他这个条有一段说 进来是市场里面的东西 几乎啊 假的比真正多 那么从这个地方看 世道人心变了 凡是饮食 医药 这些用品 都有 假的 而且假的 这个数量 多过真的 丧心害人 莫此为甚 至于 使用假银子 现在用假钞票 我一造的一些证据 其我更甚 天诛有所 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 就是外国人讲的 世界末日 所以 我们凡是做一种事情 总得要想想 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起个念头 这念头该不该做 能对得起天地良心 能对得起云云众生 如果自己救的 这是不善的 赶紧制止 绝不能再做 他末后 举了古人一首诗 越奸 越巧 越贫穷 奸巧原来天不容 富贵若从奸巧得 世间呆汗细细风 这是古人的一首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他讲的话 应验不应验 似乎今天 越奸越巧的人 他越富贵 所以 相信英国的人少了 认为英国之谈 满有凭据 看看世间 许多 极得修善的人 反而落得贫苦不堪 做揭犯扩的呢 都好像是洋洋得志 这是今天社会社 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 这一桩事情 只有佛说清楚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佛讲了 那些人 做尖犯扩的人 过去身中 修的大佛报 虽然今天 越奸越巧 这佛了 这掉佛之后 他还有余佛 他还有剩下的佛 他想他的余佛 绝不是做尖犯扩 能够得佛报 没这个道理 既得修善的人 现在还很贫穷 过去身中 没有修佛 他要不修佛 他的生活 比今天还要艰难 我们想想 佛所说的这个话 有道理 如果这些 且是修富贵的人 他要不做尖犯扩 安分手起 他的佛报大了 他的佛报想不尽 这一生 到寿命中了之后 他的佛还想不尽 来生还有大佛报 纵然这一生 不修佛 光想福 都想不尽 如果这一生 再要能修佛 生生世世 佛报无有穷尽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